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要来谈谈台海危机到底有多危险 同时当然要来谈谈再过不到 现在算一算应该是再过24小时 就到礼拜六了 马上就要选举了 高中补选 我想谁胜谁负没有悬念 但将启程的官位会不会不保呢 将启程防线保得住吗 我们刚刚来介绍在今天来的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国民党特会市议员许晓鑫 大家好 前雄山飞弹总工程师张成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媒体员邱明玉 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大家好 网路观察家朱雪恒 各位大家好 要请到文化大学广告系教授纽泽勋 北京各位大家好 广告带你来关系的是 台海危机到底有多危险呢 就在今天下午3点11分 这在今天下午最新的新闻是 共军宣布台海要进行实战演习 而且大声呛呛说台湾是中国神圣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学问先来台湾这个最新消息 我们现在讲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东部战区是下辖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福建 六个省级的陆海空军所有的军事力量的战区规划 那他们下午请注意 这个还跟很多媒体讲的不一样 不是官媒 是他的东部战区的发言人之间公布的 那这个在意义上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个他这次宣布的实战演习 第一个他没有公布确实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照正常的数字来推估 很有可能在捷克参访团来台湾那个时间点 那捷克参访团有将近90人 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际交流团 那个时候来 而且他这一次的这个军演 规模预计不小 第一个他是在台湾海峡的南端跟北端 也就是日本他的空中智慧队跟海上智慧队要担心 因为他在北端演习的时候离日本本土不远 那在南端的时候 菲律宾就不太需要担心 因为菲律宾其实没有什么军事力量 所以他不用担心 可是他三个地方要军演 包含了台湾海峡中段 所以这一次是等于北中南三个地方 请注意他是说实战多军种联合演练 也就是你看到现在公布的74集团军 那个抢摊 空中射击 这是最近公布的画面 对 而且他是在雷州半岛的军演上面 公布了第一次不够 又公布了第二次夺岛之外 还有防空军演 多次公布的目的 这一次东部战区发言人讲很清楚 近来有个别大国 对于台独发布了许多消极的行动 因此我们必须以正视听 好 这是不是96年以来台海最紧张的时刻 一般讲起来就是美国对我们 就刚刚跟阿关讲的 美国对我们越好 中共那边就越俩空 越紧张 是 那所以这次前阵子 川普不是讲说 他要在日韩台部署核弹吗 是 这个这句话说出来 其实会让中共更紧张 我们先想想核弹 有没有可能部署在台湾 曾经部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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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 美国曾经把两种核弹 部署在台湾 一种是属于空射型的 就是地对地型的 地对地型 另外一种是属于空中投射的 地对地型叫做屠牛式的 这两种部署 我们现在台南基地 现在如果去台南基地参观 还可以看到一些遗迹 它当作纪念的东西 也就是说 美国可不可能把弹道 飞弹部署在台湾 以前部署过 但是看看现在 有没有可能部署 现在如果要部署 当初在什么家 它会采取过去那种模式 还是会有新的模式 过去那种模式是 我们当初有中美协防条约 也是台美之间 有一个军事合作机制 所以才可以部署 那现在它如果要部署 这两型飞弹 我想地对地 地对地 某种程度要弹道飞弹 我们台湾理论上 是没有弹道飞弹的 那谁有弹道飞弹 美国有 那美国要把弹道飞弹 部署在台湾 如果没有军事合作机制 不可能 第二个 它如果是空投式 就是由战略轰炸机 到中国大陆 投下的那个核弹的话 那我们台湾的军机场 为什么要给美国用 所以没有军事合作机制 不可能 那也就是说 它现在这个 某种程度在对中共 在表示一个意思 就是说 如果台海其实在紧张的话 我可能会跟台湾 建立军事合作机制 不然它怎么部署在台湾 它没有办法部署在台湾 那核潜舰有可能吗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它今天如果把它解释成 就是说 我部署不是在台湾的土地上 本岛上 而是在台湾地区 那台湾地区的话 台湾周围都是海 所以美国的核潜舰 可以打击 可以发射弹道飞弹的核潜舰 Ohhio级的核潜舰 就有可能 加强在我们台湾海峡 周围的巡异 那它加强在台湾海峡 周围巡异的话 就会故意让中共知道说 它在巡异 因为通常潜舰在水里面 所以以这种情况来讲 这也是一种说 在台湾部署 所谓的核弹的一种机构 好 所以我们来听 到底川普怎么说 而蓬佩奥话又说的夺硬呢 What's happening now isn't Cold War 2.0 The challenge of resisting the CCP threat is in some ways much more difficult That's because the CCP has already enmeshed in our economies in our politics in our societies in ways the Soviet Union never was And Beijing is not likely to change course in the near future although China's recklessness with the virus and its aggressiveness especially with its new deal with Iran Should Japan South Korea or even Taiwan seek nuclear weapons or hyperlonic missile capacity much more than well I'm not going to suggest anything but I will tell you it's it causes problems and it's a big point of discussion for us over the next 川普遇待玄机 到底要不要让台湾 拥有核武能力 或者是部署核武在台湾 他没有把话说死 不过两个最有可能 发生战争的地点 一个是台海 一个是南海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东部战区已经在动了 接下来可能要在台海演习 但是74集团军 跟75集团军 最近的动作 也都是针对南海 有针对空中的防空演习 另外也有我们刚刚讲到了 解放军南部战区 特别把他的苏三石 做一个10小时的长城巡弋 而且还给央视军事频道 还特别做了一个专题 从前面怎么挑人 中间怎么飞10小时 如何在空中呢 跟一流生的IL78 进行加油之后 这是加油机 因为以后解放军 还有运20空中加油机 叫服役 它现在先用IL78 一流生78来做演练 让你看到的是 接下来我解放军 以后会想要把南海的巡弋 战斗巡航当成一个常态 因为这个从南部战区起飞 一飞要飞10个小时 这个不是很长 所以它秀加油机的画面 目的是告诉我们 一般来讲 战斗机的作战犯境 作战犯境是 一般我们说一个飞机的航程 可能有上千公里 但作战犯境 通常要打对折一半 这是要打得三分之一 通常都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 不做空中加油的话 这些战斗机 从中国大陆沿岸的机场起飞之后 是很难到达南海的 我举个例来讲好了 共军绕台的时候 是不是过了巴士海峡 他们战斗机就回去 只剩下运二 就要慢慢走了 所以说 他们如果要延长这种 战斗机护航能力的话 空中加油能力一定要建立 所以他们在告诉我们说 你看我现在有办法 在空中加油 我就有办法做长城战斗 是 没错 这样这个战斗机 如果不能护航 大型的运输机 跟轰炸计划 其实大型运输机 跟轰炸机 它是危险的 它没有战力的 所以它这个就是 它准备把它们战力 往南海延伸 事实上也往台湾东海延伸 好 所以这个影片意义重大 这个影片不但意义重大 它的概念就是 我以后要常态化 我以后可以每天都派苏山石 在南海上空飞行 请注意 它这一集 其实做得很娱乐化 因为10小时 我们讲白 10小时吃喝拉沙都要在飞机上 你憋尿可以憋10小时吗 所以它中间还有 这个他们的驾驶员队的镜头 吃东西 吃巧克力的动作 表示我游刃有余 我空中加油也没有问题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机上挂的是 R77的空对空导弹 也就是这个飞弹是拿来打 其他的战斗机的 不是空对海 也不是空对地 那目的是什么 就是这一阵子美方不是在南海 包含了这个中国的沿岸 做极限侦察吗 这个连夜间时段都在巡航侦察的时候 它的目的就给你看 没关系 我有空对空的战斗力 而且对我来说 它中间其实还飞过褶壁礁 当然他们现在可能叫褶壁岛了 还特别飞过它南海的 重要军事化的设施上空 表示未来我们可以常态性的 就保持一个编队在南海上空 任何胆敢入侵的人 我们都可以迎头痛止 所以刚刚雪恩说 空对空飞弹 当然是见诸老美 因为美国现在动不动 飞机就来 缩来缩去 缩来缩去 甚至还伪装成民航机 志愿 我先说一下 其实美国现在这个侦察 用大型运输机侦察机 去侦察中共的频率一直在升高 从5月份的38次 到6月份的49次 到7月份的67次 它频率越来越高 那关姐 你刚才提到说 它伪装成民用了 我讲一下 我们在节目中提过一个 美国有个很重要的空中治管 叫E3C 你记不记得 是 那这E3C 那个空中治管机 它不但是做空中指挥管制用 而且还可以做什么 做电子侦测用 那它为什么伪装成民航机 它怎么伪装呢 那个画面大家一看就知道 那是它的侦察机 这个是我们眼睛看到的画面 它是一个军用飞机 但是在雷达上看到它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点 一个讯号 那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讯号是什么东西呢 有两个方式来处理 一个是如果它们雷达的处理技术够强 我们在科技上有个书 叫Signature 就Ladar Signature 我从它回播的讯号里面 来分析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种方式 那一般的方式呢 叫做Transponder答应器 什么叫答应器呢 所有民航机上面都有装答应器 军用飞机上有装军用答应器 那就是我问你说 你是谁 你要回答你是谁 那你有民用的回答方式 有民用的通道跟密码 那军用的有军用的密码跟方式 那这个指管机指挥机呢 它竟然用民用的方式来回答 这个在国际上是非常不礼貌的 为什么讲礼貌呢 那是它是刻意要伪装 这是刻意伪装 也就是它把它军用的答应器 在那个时候是关掉的 照理说是应该 照理说军用飞机是有民用答应器 很合理 因为我必须跟民航指管做通 要不然民航指管说 你这什么东西穿跑来 接不到它的讯号 对 它打开是正常的 但是它把它军用的关掉 这叫做刻意 除了它刚好坏掉 那这个按照8月5号南华朝报所说的新闻 那个关掉时也太长了 然后又打开来了 这就不合理了 这就是不合理 所以以这个结构来讲 是美国是有意的想更接近 接近中国大陆沿岸 但根据的报导 它已经到了100公里了 100公里有多长 从基隆到新竹 这是超级无敌劈的劲 这个什么意思 它要收集更多的电针信号 我讲一下雷达波的信号 它大概我们分高频率 跟低频率两种 一般来讲 低频率的可以看得远 但解析度差 高频率的看得近 但解析度好 那我今天要看 要这么近来看的时候 其实我想收集的是 你低频率的信号 就中国大陆低频率的信号 它解析度才高 频率高解析度才高 那它故意飞得这么近 来看看中国大陆的电池信号怎么样 所以南华朝报的报导说 有一个军事专家说 以这么平方已经一百多次的 这么密集三个月的飞行 其实以美军的电站实力 应该收集得很完整 那我们刚刚谈到的是 空中来谈谈海 其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武器 中国的神秘部队 因为它在南海有一组 这个水下挖兵 那一般来讲 这个水下挖兵 其实就是 不管是夺岛 或者反登陆作战的时候 会派上用场的 那它叫角龙突击队 那你看到这个角龙突击队呢 它特别新公布了一个武器 这过去在地球上的军事力量 很少开发 上一个比较接近武器是 俄罗斯开发的特种步枪 这个特种步枪 它们的番号叫QBS06 因为它用的是5.88口径 是水下步枪 水下步枪是什么意思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你如果看过那个科普的画面的话 大部分的步枪小口径大口径都一样 在水下发射的时候 射不远就掉下去了 因为水的阻力太大了 但是这一个APS水下突击步枪 它的概念就是 它特别是拿来反挖人袭击 就人家挖人来了 你不要只用那个什么 鲨鱼插或是鱼枪 那它用的是 箭形水下步枪子弹 也就是它的这个子弹 更流线型 更坚力在破水上面 可以直接突破比较多水的障碍 射程并不远 但是已经足以在水下变成重要的打击武器 所以换句话说 这完全是反挖人用的武器 刚刚有射中把心吗 刚还射中了 所以你看第一个 它的准度跟它的射程都不错的话 角龙这次公布了 就第一个我让你看看 我有水下挖兵 第二个我水下挖兵用的兵器 还是可以中程距离 比你的这个鱼叉鱼枪 要来射得远的时候 这个摆明室用来在摊案对抗 或者要突袭别人的夺岛的工作之中 才用得上 好 现在战事真的一触几方吗 如果真的开战了 会是在台海还是南海呢 不回到国内 礼拜六就要投票了 好奇怪喔 如果现在观众朋友 我今天下午有事 我不知道现在晚上是不是还是一样 如果你有手机或电脑 你现在试试看 在Google上面 你只要搜寻韩国瑜发言人 就会在你电脑荧幕的右边 跳出谁呢 跳出陈其脉 韩国瑜发言人 怎么会跳出陈其脉呢 所以这真的是 我们真的想不通 这是怎么回事呢 好 另外 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后短冰箱街的肉搏战 当然也是文宣排山倒海进出的时候 陈其脉的竞选广告最新的称香港引发了极大的话题 连柯P都出来骂说 每次选举就拿这个出来 但选完就没了 问题是这个广告确实创造了极高的声量 所以来谈谈最后这两天的文宣展 老师 这个广告来讲的话 即便民众党跟柯P 批得非常非常凶 说你意思也就是说 你口会而实不至 因为你没有修相关的港澳条例等等 但就说陈其脉 Poll这样的一个 称香港的一个广告 它其实有一些策略的一个脉络 第一个就是说 香港国安法的一个议题 在最近来讲的话 都是最红的一个议题 又搭上了黎智英事件 对 所以他就搭这个 最大话题的一个便车 所以网路声量非常非常的高 第二个来讲 所以这是一个成功的文宣吗 基本上它是有战略性的文宣 所以第一个它搭话题便车 那那个网路声量 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就可以主导媒体的一个版面 创造讨论的一个空间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 就一般民众里面来讲的话 年轻族群对香港的议题最有感 所以他希望能够 巩固他自己本身 年轻族群的一个票盘 好 所以这是要吸年轻票 对 顺便也呼吁北漂的民众 北漂的年轻人 你赶快回来投我 好 这一支是回家的理由 我们先听一小段 两年前的晚上 我心里在想什么 其实我没有多想 我接受高雄人的选择 真心期盼新的市长 能够为我的途中 对 这个频率非常非常高 这个频率主要来讲的话就是说 因为有人会质疑就是说 你18年就被淘汰了 你怎么现在又回来了 所以他这次广告 在策略上面是反制澄清 消毒式的广告 他跟你说 我为什么要再回来经营 经营这块美丽的家园 所以这是消毒式广告 跟撑香港一样 金娜年轻票不一样 他有一些策略上的一些区隔特性 比如说他这两天又po了一支广告 那个广告就是 不断要呼吁大家回来投票 8月15号票要冲高 为什么呢 确实来讲的话 陈其脉他看到自己的风险跟危机 也就是说因为补选来讲的话 投票率基本上顶多四成 所以陈其脉要超越他18年的 7 4万的选票 都可能有相当程度的悬念 那如果没有超越之前7 4万票来讲的话 你避论超越89万韩国瑜18年的选票 所以这是要拼票数 好 我们也来看一段 这一支为了拼票数所拍的 两年拼四年的广告 所以陈其脉自己看到自己的风险 因为补选的投票率是低的 而且她的竞争对手 优优独播剧场 但是我要拜托大家 八月十五 怕第三次 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我们的 所以呢 我们等会当然也要来讨论 陈其脉胜选一般认为 应该是没有悬念 问题是选得好还是不好 对她来讲也很重要 她就有讲到一个关键的议题 也就是说陈其脉 自己看到自己的风险 因为补选的投票率是低的 而且她的竞争对手又弱 那所以基本盘要出来投票 全力挺陈其脉会有悬念 那如果这一次 她没有超过她的74万票 没有把选票拉高的话 她在接班梯队的政治能量跟排序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陈其脉这一次 她是跟自己在做PK 可是我觉得陈其脉在战略上面 有一个产品力的一个问题 什么叫产品力 我觉得她的 她陈其脉做一个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就是一个产品的概念 我觉得她的产品 有一些些相关的一些盲点 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 那陈其脉回国参选 也是党中央的高层 帮她铺好了红毯 然后让陈其脉再去 普选高雄市场 然后之前刚刚有讲一支广告 那支广告就是说 民进党籍的县市长挺陈其脉 所以基本上 县市长挺陈其脉 对 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就是说 陈其脉好像都是别人在帮你 你自己本身的形象定位 跟产品的一个定位 可能是模糊的 比如说我现在问阿关 你知不知道 陈其脉最强的一个优势定位 在哪里 或许再做好朋友 可能也都讲不出来 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那我问一下朱雪昂 朱雪昂 你觉得陈其脉最强定位在哪里 他作为产品最强定位 但是我接着老师的话来讲 你知道这整体的形象塑造 我个人认为有问题 你记不记得 苏贞昌那个时候到高雄去 然后陈其脉站在他旁边 他送他一支撞球杆 你知道这个感觉是 他是他遂寒 就苏贞昌跑去造势 竟然二子夺租 那就是老师所说的 好像陈其脉的路是 所有人把他供出来的 他的产品定位 产品定位不清楚 他是男霸天 陈其脉就是他一辈子在高雄打拼 然后他身为一个高雄人 他就是希望 他如果政治人物是一个产品 他最强的强项到底是什么 就是这一次防疫里面 大家知道陈其脉副院长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可是防疫人家会认为 是陈时中才第一品牌 陈时中是出来开记者会 但是其实在后面做一些 嘉宇我们从广告来论 如果就产品做一个行销包装来讲 你的Christmas 政治魅力就比陈其脉还要强得多 因为你的定位清楚 也不是这样 因为他有一个 定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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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回来 等会再来谈 那李梅间的行销 有包装得好还是不好呢 会不会越包越糟呢 我们回来看 这一次的战术 是用打瘫做主轴 有人说这是一鱼三尸之术 因为其实最主要呢 我们在现在不能讲民调 但是如果你从选前封关的民调来看 国民党在自己的基本盘上面 其实从那时候看 是还没有完全催出来的 不是 这是保得住三成吗 现在的我觉得目标 就是至少你要破三成 因为它会牵动到未来 大家现在很关心的 所谓的党主席之战 目标 所以保不太住了喔 三成我稍微算了 如果以高雄230万投票人口 那预估补选可能是四成 然后再去算三成的话 就是27万票 27万票保得住吗 希望可以啦 我觉得因为现在 没有办法去看民调 请不愿赌上他的政治上面 我不会去赌鸡牌或是茶叶蛋 或是任何公司在这些事上面 我本来不敢赌 民调比较客观来讲一下 现在的票一般怎么评估 非常难啊 对 就三成保卫战 因为这个是杨秋星防线嘛 那江启成他这次上来 虽然议长保住了 可是对他来讲 这个李梅珍 刚刚大家讲吧 胜负梅悬念 那重点是说 他要三成的保卫战 是江启成必须要守的 不然这次选后一定是逼宫啦 那所以他这次看起来 关键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他最后还是得拜托韩国瑜嘛 那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说 韩国瑜已经确定 要在明天的选前之夜 确定要来帮李梅珍站台了 那帮李梅珍站台 到底是为了 让李梅珍不要选得太难看 还是为了保住 国民党三成基本盘 这个就是一定 就是相辅相成啦 都希望 对... 那其实就我的了解啦 就是一台 因为我现在有听到一些 为什么我问这个话 可能观众朋友会说 这不是同样的事情 不同喔 不同喔 因为地方据说 现在有个说法是 议长选过之后 我们根本不用管李梅珍了 反正李梅珍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议长内议呢 拼过了就好了 但是如果李梅珍 跟他们没关系的话 江启臣有可能是下台倒数 这有两个层面嘛 所以现在其实是 江启臣的官位保卫战 而不是李梅珍选得好不好 这有两个层面嘛 第一个因为议长选举的时候 江启臣已经拿他的乌纱帽去赌了嘛 他是说议长我没过 我下台我成党主席嘛 还好过了 对 过了 那等于说议员也讲说 好 那你人情我给你了啊 那这个议长选战 国民党反正就选得里里让让 内部不团结嘛 那所以议长 你看他也公开量票什么的 那反正你议长过了 那我就把这个筹 这笔账 我就算在市长选举上嘛 所以你可以看李梅珍 现在在到处拜票 他身边同党的议员 人真的是寥寥可数 就没有嘛 所以为什么他最后的这个杀手件 还是要拜托韩国瑜 好 那我们当然来谈谈韩国瑜 所以现在 在地方上有两种不同的心情 一种心情是为了帮李梅珍拼 一种心情是为了帮江启臣拼 帮江启臣拼 有的时候不等于是帮李梅珍拼 这是两个概念 不过我们回来谈韩国瑜 韩国瑜明天真的会出现吗 那我觉得鸡排我就输好多了 对 我了解的是会 那糟了 我输了蛮多鸡排 其实我觉得要韩国瑜 昨天被上一副逼 跟他赌鸡排 他好没赌 要韩国瑜出来的是江启臣 而不是李梅珍 因为到昨天为止 李梅珍阵营都还对于韩国瑜 要不要站台这件事情 都是有两个态度的 就是说还由于不定 因为他认为说韩国瑜站台 这个是双面刃 不一定对选情有帮助 反而是帮陈其迈吹票 所以现在刚刚讲的就是说 最希望韩国瑜出来就是江启臣 而不是李梅珍 所以硬逼着韩国瑜上台的 有可能是江启臣 问题是这个双面刃 除了帮助陈其迈自己 帮助江启臣自己之外 另外也帮了韩国瑜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认为说 韩国瑜根本不需要 来躺这个混水 李梅珍一定不会上 一定选得很难看 就算韩国瑜站上去 也帮不了李梅珍多少 所以是江启臣拜托韩国瑜 但是我觉得韩国瑜 为什么还愿意点头出来 因为他还想保留政治的余温 因为他还想让大家觉得说 至少他有情有义 明知道李梅珍选不上 明知道他这么惨 但是我还是愿意站出来 但问题是给高雄人的感觉是什么 草包站出来了 加持草包二代 而且当初高雄之所以罢免 但是这会不会是绿营观点 你这样说不定韩国瑜出来 吹出很多韩粉 问题是韩粉现在还剩下多少 这是第一个 如果韩粉希望韩国瑜 帮李梅珍站台 韩粉们早就出来了 在这一次李梅珍高雄的补选里面 你几乎看不到韩粉的身影 韩粉们也没有逼韩国瑜 要帮李梅珍站台 因为他们不想害韩国瑜 就算韩国瑜出来 他们也知道说 帮不了李梅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刚刚讲说高雄人来讲 他们当然希望说高雄 恢复光荣感 可是过去韩国瑜给他们 就是丢脸炒包 现在李梅珍是丢脸 再更丢脸 所以最新的新闻就是说 现在8月15号投票那一天 高雄的高铁已经七成满订票 高雄的年轻人现在北漂的 也都急着想要回去投票 再加上明天韩国瑜 再站在那裡 我告诉你明天就要满了 買不到高铁票 所以就会催出投票率了 一定的 所以据说国民党内部 到底韩国瑜要不要站台 争论不休 有两派 我觉得国民党跟民进党 都希望韩国瑜可以去站台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场 国民党在民进党都希望 只有李梅珍觉得他不要来 也没关系 蓝绿大团结 因为对国民党来说 其实所谓 刚刚大家讲的三层防线 这个是国民党的基本盘 如果连三层最后开出来都没有 那这是不是会影响到 后续党主席这件事 或是党内的一个混乱 所以这是为了保疆启程 对 我们总希望说 就算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选一选 那好看一点 所以韩粉他们有没有要出来投票 韩国瑜对国民党里面的深懒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国民党会希望他的出现 可以把这批人至少带去投票 也就是说韩国瑜出来 就算冲高了投票率 冲高了陈其邁的票也没关系 至少我能够保住我的三层基本盘 让江启程的主席位子 不要受到动摇 对 我们跟自己比 可能选前的民调是怎样 那最后开出来是怎样 比原本好 好像我们就是有进步 类似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陈其邁他们 一点选解选到 这跟自己比 其实也蛮悲哀的 但是因为我觉得也坦白讲 就是这个状况一直都并不是很好 这是一个很艰困的选战 那陈其邁他们的想法 就是说他希望投票率可以冲高 所以他们当然也希望 有一些刺激 所以他出来做一些C票 有一些刺激 是不是大家就去买票 然后就返鄉投票 所以这次韩国瑜出来的站台 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 都还蛮兴奋的 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 蓝绿和解的好事情 看起来韩国瑜明天出场的方式 他们也有盘算过 就是不要让他大进场 因为大进场 感觉就是太谣掰了这样子 所以他会怎么出场 就是直接跟这些大咖门 从后台上 跟江启臣 对…从后台上 越低调越好 搞不好戴个面具什么 不是失序 不是… 那我真的鸡排输定了 本来说韩国瑜是要用影音 就录个影片 对… 然后结果突然改成要出场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预测 韩国瑜不会出来 鸡排的费用叫江启臣买单 没有 我跟你讲 李梅珍的问题是 这个产品真的很糟糕 对 产品力 李梅珍很像陈玉珍 就是 你知道陈玉珍会不高兴 不然她不高兴没关系 我跟你讲 人家陈玉珍曾经被封为战神 对 这就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问题 他超强的 你以为自己很厉害 但其实你是一个大剑吧 反对 每次出来就扣分 他陈玉珍赔力比较强 他超强的 陈玉珍如果赞力比较强 国民党就整个弱智化 就是只剩这种 2万多票的立委能打 那国民党只剩这种 我们不讨论陈玉珍了 今天明明就是在讨论高兴群情 我们来听李梅珍 是不是真的是扶不起他 那国民党的打斗呢 所有要来帮忙我的都很欢迎 那我希望这次就是我们 南军大团结 我还是希望南军可以大团结 我就是希望表现 我们南军全部都团结起来 我就是希望南军大团结 我就是希望未来我们高雄市民 不要再提水 就是不想要让高雄人来提水 所以我希望高雄人未来 就是不想要提水 高雄人不用提水 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老师那梅珍讲话是怎么回事 会一直跳针一直跳针 那个还是出马桶 也讲得外国起床 我刚刚讲就是说 陈金白她的产品力 还有带补强 但是李梅珍的产品力 真的太弱了 我的概念跟朱大师一样的 第一个来讲话 第一个来讲话就是说 她的语言魅力 完全没有那种高潮迭起的戏剧张力 所以她又特别多政见式的那种广告 感觉很像在念稿 那大家都不会注意 也不会有兴趣遑论说服力 那我们就来看一小段 其实我对她的广告 真的没有印象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海水戳马桶 我今天第一次看到 而且她为什么要做这个样子 结构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是建立喝好水专家小组 聘请国内外专家 找到最短时间 能够可以算游戏 真的蛮像政令宣斗的 而且就是说她没有戏剧的 语言我们说有戏剧张力 不是 然后还弄一些自家压战 什么然后升级 这个不是就是政令宣斗吗 对 那个就是要补强 她没有语言魅力 所以她完全没有Christmas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来讲的话 专业性是不够的 她就是跑步 穿得美美的跑步 都比这个好 所以我认为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 她跳某一头是她生涯最高峰了 对 她也说她唱歌比较好听 她的产品力 第一个在于 告家于只在乎唱歌 对 她完全没有政治魅力 所以她的口语论述是不及格的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 她的专业能力也备受质疑 比如说之前的 要高雄市民尽量不要 就不要提水套 一系列相关的一些证件 8月7号的时候 她就有文宣在粉砖上面 就有了 那之后媒体问她相关的一些问题 阶段性的一些问题 对 阶段性的一些问题 她似乎答不太出来 照理讲的话 你也要恶补一下 对不对 所以专业市又有一些问题 就是我甚至怀疑 她到底是不是真的住在高雄 高雄人提水 不是提回去冲马桶 人家是提回去喝好吗 结果你跟她讲说 我没有用海水冲马桶 那她除了这支广告 还有别支广告没有 她真的没有影响 她大部分的广告 都是政见式的广告 坦白讲 这有一点点自曝其短 我们请故障再播一下 还有另外一支 这是为了下一代 对 那这支好像比较有感情了 是不是 可是大家又会认为 就是说 卢秀燕之前也拍过 类似的相关的一些广告 坦白讲 就是说女性的候选人 如果是妈妈候选人来说的话 都会用这样的一种策略 我觉得无可厚非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先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在画面的左边是李梅真 用一个女性的角度所拍的广告 画面的右边是 卢秀燕的竞选广告 当时也是用一个妈妈的角色拍的 有几个画面 甚至于非常雷同 但就是说基本上 如果是女性候选人 她都会用小朋友 来做广告里面的诉求 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 卢秀燕之前 有这种类型的广告 那李梅真 又操作这种类型的广告 坦白讲原创性不够 帮你加分的一种可能性就不够 所以我们说 李梅真她几个大问题 第一个 她口语表达的能力太弱 第二个 专业性受质疑 第三个 之前在论文案的时候 论文门的时候 危机处理又太糟糕 第一次上次的记者会 她试图把蔡英文也拉下来 后来舆论哗然 隔一天她才宣布 放弃硕士的学位 这部分来讲的话 已经违反危机处理 及时处理的原则 你今天李梅真 如果有很强大的一个基本盘 你把蔡英文拉下来 这个议题可能就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了 但你李梅真 完全没有那样的一个基本盘 你就要照着 危机处理 SOP来run 现在还有一个大战略理 老师你看他会不会输很惨 我坦白讲就是说票数的部分 这两天我觉得还有很多变数 包括刚刚我们讲韩国瑜的变数 但就是说我觉得李梅真阵营 跟国民党阵营来讲的话 有一个战略上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协调 比如说我们都很清楚了解 国民党他现今在高雄的一个局赛 他是跟党中央的策略 反贪腐想要做结合的 照理讲的话李梅真在战略高度 应该跟国民党中央来分进合集 你反贪腐搞不好就能够把对手打出一个洞 那可是李梅真的文宣行销的操作 都是在讲证件 李梅真有一个司法官司案件缠身的老爸 他怎么打反贪腐 他爸爸有惠宣案 产品当初就挑错了 而且他背后的幕僚都很烂 他怎么打 所以在战略上面 就没有办法去分进合集 就没有分进合集的那种力道出来 那所以李梅真又拍了广告 又照理讲的话 近这几天选战倒数的前几天 你的脸书po文 应该要毛起来po 那个陈吉迈阵营一天大概po五六篇 可是李梅真阵营 你的po的速度就很慢 你youtube上面分享影片的速度也很慢 照理讲你应该要告急催票了 可是你还栩栩不火的 在讲你相关的一些证件 看来他已经自我放弃了是吧 我在地方上有听说 他其实行程很少 也不怎么认真 似乎已经自我放弃了 两个啦 就是你讲的这个是 上礼拜媒体有一个报导 不过大家只关注在说这个朱立伦 这个跟江主席的保卫战 但是呢这个其实有 因为没有人在关李梅真 对对对 眼尖的人有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上礼拜四的时候 李梅真她的这个原定的计划 是车队扫街 那扫的是比较偏绿的区域 就后来呢 就有传出说这个李梅真阵营的人 就认为说天气太热啦 然后代表就是那个区域又比较绿的 还是不是讲说她跟着就不要扫了这样 后来江启臣下去 她就觉得很生气 什么时候了 你还懒惰放弃不少 太热我不能扫街 所以那个江启臣就压着 压着这个阵营 你看她皮肤还那么白 就知道不认真了 对 就压着阵营嘛 三小时你就直接给我扫完这样子 那所以你看连江主席都震怒 就觉得说你现在是怎样 我都没放弃你 你在那边给我自我放弃什么 当然江启臣就会更生气 这在古时候 会被称为扶不起的阿斗了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管李梅真 是在管江启臣和朱立伦了 有啦 我们还是认了 有吗 来 讲一下 据说最近呢 国民党人见面的问候雨是 朱主席 请你吃饭了吗 有没有这样的一句问候雨 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的餐会 有很多我们自己国民党的人嘛 那有些也是党务系统里面的 那可能朱立伦不在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跟朱立伦关系还不错 他们就会一直说 朱立伦到底有没有要出来选 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 你自己去问他 他怎么问这种傻问题呢 他就说 他说 我觉得他一定是在 他这个问题我连问都不想问 这个问题还问 当然有啊 他一定要出来选 因为接下来就是2022年的选举 我问你他请吃饭是在请期望的吗 就是别人的餐设 他常常在请吃饭还是在请期望的 没有要出来选 但就是他们就是 想要可能借这个机会 那表态说我们也很希望 我们也很支持 现在在表态 对 那接下来他们就会 在书成就对 所以有江派书成 也不能说对方是江派 但是我们从媒体报道上面 他们通常会写在 是跟江主席是比较一起的 媒体归类的江派书成 对 他们归类是这样子 那他们都会讲说 因为接下来呢 那可以讲是谁吗 不行 人有一点多 但是他们会讲 人有一点多 他们会讲说 我们都很支持江主席 然后呢 但是2022年的这一战 是另外一个局面 然后你要去call 14个县市首长 愿意跟你站在一起 然后呢 还有县市议员的选举 那这一战我们一定要选赢 他认为 跟现在的这个党中央的脉络 是不一样的 要进到一个战斗 所以他觉得到时候的状况 所以现在党中央没有战斗就对了 他觉得说 因为江启臣他毕竟是立委嘛 所以他如何去跟比如侯友宜 或是卢秀燕 叫他们做这个 叫他们做那个 其实真的很有难度 我们都知道 可是他是主席啊 对 但是呢 毕竟他是立法委员 反正他是一个弱势主席 他是一个国家主席 所以难度比较高 所以这些人他们就会希望说 是不是2022年 朱立伦也来挑战看看 这样子 说了很多 反正就是呢 但我跟你讲 朱立伦现在 最近状况不太好 你记得朱立伦刚挺了黎智英 你知道朱立伦现在面对 是一个寒毒入体的国民党 就韩国瑜的极端派支持者还在 那所以朱立伦说 不管你喜不喜欢黎智英 或是挺不挺苹果日报 但我们应该要支持言论自由 听起来很正常对不对 当然 正常都想说 这是一个良心型的发言 而且在香港问题上 你不讲话怎么行呢 是 但底下的这个 朱前主席的网路支持者们 不是这样想 他说你是民进党派来的卧底 可恶 为什么要支持这种人 太糟糕了 立场不对 所以朱立伦现在又变成 所以国民党的立场 对于香港问题 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立场 就不是嘛 你被极端派把持啦 说得好 说得好 但是他个人在这件事很坚持 因为我有去问他们说 你看被洗板洗成这样 对 被洗成这样 但是他觉得 就是现在国民党的状况是 你该讲的事情要讲 是啊 不然你最后极端化 然后变得越来越小 国民党永远不能执政 那你又遑论你的理想如何实践 好 反正礼拜六答案就要揭晓了 到底会开出什么票数呢 好 这样启程 起码就还了 倒是我觉得李梅珍 现在应该已经睡得很好了 好 我看死猪不怕滚水烫 好 我们来看 我们把焦点放在对岸 其实我们今天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观察三峡大坝这件事 没有想到 中国现在又武警齐发 长江流域现在此时此刻暴雨成灾 三峡大坝又岌岌可危了 而且不只是三峡大坝岌岌可危 现在中国还闹粮荒 粮食危机真的来了 因为官方的数据显示 今年夏天小麦减收将近千万吨 所以你可以想见菜价大涨了 菜价冲到五年来新高 猪价飙涨了 猪价涨了85% 所以很多民众说 我早就吃不起猪肉 我现在连菜都吃不起了 所以习近平非常罕见的下令 要制止餐饮浪费 现在中国要启动光弹行动 就是你盘自己的食物要吃光光 你不能浪费 因为现在食物对对岸而言非常珍贵 我们先从四川盆地的灾情开始谈起 最近四川盆地武警齐发 哪武警暴雨 红色山洪 还有地质灾害等武警 那我们来看 这个是四川的一个棉族市 8月12号 这个泥石流 你看这个水啊 就像这个洪荒一样 这个啪 滚滚黃泥水封沙 连地基都被掏空 那现在看到的还有这个宜宾山 四川的宜宾山 突然山体的突然摊方 你把这个三台的这个车子 整个冲撞到另外的一个路边的护栏 前面这台车子看到吓死了 赶快后退啊 这个大雨造成这个山体崩塌 所以造成这个用路人 每个都人心惶惶 那你看到四川盆地的灾情 这么的严重啊 那另外呢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车上 现在在干什么 现在搭公车耶 但是搭公车你看这些人 趕快 他们好像在练体力一样 每个人的这个水啊 都已经冲进公车里面来了 那你看每个人都趕快拿手机拍啊 不然就趕快手扶住上面啊 就担心说 这个公车变成了潜水艇 但是还是有人很镇定啊 你看这四川民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雨灾看多了 还在水里面苦中作乐 打麻将耶 完全不担心 那水一来啊 把他家园冲走 所以看起来 这个都是有练过的啦 那我们看起来 这个四川盆地灾情不断的传出来啊 那当然四川也是一个粮食之都嘛 所以中国的这个粮食危机就出现了 我们来看喔 首先这个最严重是冲击到小麦 小麦今年官方公布的这个数据 它的收购价格呢 是四千两百八十五点七万吨 但是已经比去年同期是减了近万吨 你就知道这一次的粮荒是非常的严重 那你看粮荒严重就算了 还传出说粮库有人坚守自盗 怎么会有这么要求的事情呢 话说就是这个四川的一个粮库啊 它的菜籽油减少四百三十吨 原来去年五月就被倒了啊 倒了这个将近有一千两百九十六万的台币左右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倒了这个 这个油库的管理员啊 他监守自盗就算了还跑掉 结果没想到他的高层啊 等那个人跑掉之后呢 过了两个礼拜啊 才来回报这件事情 这就一定有问题啊 这太可恶了吧 对 监守自盗结果你高层自己还不晓得 高层就是一块的 对 所以这个高层被人家爆出来 就是国粮的总经理 他这个名字叫做陶永弘 那除了被人家讲说监守自盗之外 他还被抓到 抓到说他在国库里面上下其手 怎么说他有两种手法 一个就是用梁常仓以旧当心以刺冲好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说呢 把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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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的 拿出来 我把仓库里好的米 都卖掉 卖掉 然后 补的都是烂的东西 对 把烂货就补进来 然后赚价差 你看这个已经量荒成这样 他还这样上下棘手 另外一个就是空进空出 空进空出是什么概念 比如说他就是 譬如说一百块 然后他就是把这个粮食 就是以空气 根本就没有在做买卖 他把这个就是卖给了农民 内美给农民之后 假交易 假交易 然后从中里面再赚一手 所以你看他的空进空出 跟以刺冲好 已经使这个很欠收的国库 那更加的这个亏空了 但是我比较好奇 想知道的是猪价 因为之前有非洲猪瘟 曾经大涨过一波 好不容易稍微喘息了一下 现在猪价又开始飙涨了 对 我们讲猪价 现在的这个猪价 先来讲 那到底猪价为什么这么贵 那以台湾 他以中国大陆 现在每公斤的猪价 是205块钱台币 那台湾是多少 曾经你有去买过菜吗 很少 但是我还是吃肉 我才知道 不是 你有概念吗 吃米 我才知道米粿 你才知道米粿 我才米粿 那我们以中国大陆 现在猪价有多贵 每公斤是205块钱台币 那台湾每公斤是77块钱 这比台湾还贵 差两到三倍 对 这样我们就有点概念 是 好 那我再以一个指数来看 你以这个 这个我们所谓今年的这个CPI 就是消费者的物价指数来看 跟这个7月的时候 CPI已经上涨到2.7%了 那你比起去年 更高涨了85.7% 你就知道它的幅度 是非常的大 而且这里头涨幅最大的就是食品类 而食品类最主要的关键 就是因为猪价 所以猪肉的价格飙涨 造成了CPI往上动 而且食品的涨幅也不得了 涨了10.2% 对 那我们再来补充一下 现在不止猪价涨 淡价一个月也上涨了34% 那另外菜价也创了去年的新高 那这个上海就涨了20% 好 那你知道什么都涨… 那尤其就是肉 猪肉 大家都喜欢吃肉 所以你就知道猪肉 现在中国大陆非常非常的珍贵 我来讲几个比较有趣的案例 你就知道猪肉 为什么现在是人人像 包括就是前几天 就是有个货车司机 他载了400箱10吨的冷冻猪肉 要从上海到山东去 结果他的车就被人家追撞 然后那个冷冻猪肉就啪 就散落一地 所以地上这些都是冷冻猪肉 对 那你看他就在那间惊呼 来帮我 来帮我这样 就来的人不是帮他 来的人是抢那个冷冻猪肉 你看机车也来了 三轮车也来了 还有人骑这个板车也都来了 所以把肉给抢光 这把人 这夭壽 对啊 他是来叫你帮忙的 结果没想到 大家都是来抢猪肉 就后来整个盘点过后 这个猪伤顿失了7顿的肉 那损失了118万块钱的台币 你这件事情PO到网站上 后来逼得连江苏政府 都在官网发推特要道歉 就说天啊 我的人民教育 怎么变成这样 但是不能怪人民 因为大家太想吃肉了 那另外我们还来看 就是说你现在猪很珍贵 所以你知道农民在干活 他在干嘛 我们应该是背着这个锄头 有没有 不是 他背着猪 他背着猪 我们以前早年 朱轩不要笑 我们早年呢 我们看到的景象大部分是 爸爸妈妈背小宝贝嘛 对 背在身上干活 对 因为小孩没人顾嘛 是 在大陆是背着猪干活 对 我都对不起 我真的很忍住想起来 因为我跟你讲 不小心你没背他的话 被人家偷走了你知道 对 就是你知道猪肉现在 非常珍贵 所以你看他就背着猪肉 在干活 担心一不注意 他的亲爱的猪仔 就被人家偷走了 猪仔像个大老爷 一样背在身上 挺舒服的 好